字幕提供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米郎 頻道是兔兔 今天邀請到李彥蓉律師 大家好 我是李彥蓉 今天特別邀請律師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受到 非常多粉絲在問我們同性家庭 有關生小孩的事情 但其實我們在中間也認知到 其實很多東西跟法律 上面其實是在文瓜公的 我們自己是去了美國做這個 氣管癮兒 辛苦了 那個過程辛苦 打了很多針 對打了真的很多 我們就是想要問律師說 中間到底會不會有一些小律的風險 就是同性家庭生產的方式 有非常多種 主要是因為有人問說 啊 聽說我們買街子套餐 就花了三千元美金 金子套餐 對 是兩萬金加一個月費 真實的一個環節 是一個STEP 接近台幣10萬塊嘛 那這10萬塊就是我們不找認識的人 去朋友借下 對喔 我們就借你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今天就特別請律師來幫我們解答 如果這樣說 我會有什麼樣的法律可能性 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金子套餐很難 我們先講一個沒有血緣的收養關係 現在台灣的法律還沒修正 就我們目前所知 就是如果我們兩個人已經結婚狀態下 是沒有辦法收養 跟我們任何地方都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如果我們要收養小孩就是 比如說我們要先離婚 然後養了這個小孩 你就就是跟我 但是我們在復婚之後 兔兔跟這個小孩是沒有任何的 還是沒有辦法收養 這目前台灣法律的現狀 直接給大家答案了 最近進入主軸其實就是 有血緣關係的 進行收養的討論 我們先由女同志家庭來進行討論 像我們的話 有幾種方式 就是我們現在做市管醫院 胚胎植入的方式 想要問律師說 這幾種方式 你有覺得哪一種 在法律層面的風險會比較大嗎 律經應該是法律上風險會最大的 因為你是知道孩子的生父 這個金子的來源是誰的 對於這個生父來講 他也知道說他今天這個金子捐出去 生了一個孩子 主要是這個孩子 他生下來之後 如果再知道有生父的情況事實上 爸爸其實可以認領這個孩子 在現行實務上是說 即使爸爸要自己去登記要認領 還是需要媽媽的統一 所以其實站在爸爸去登記要認領的這個情況 其實要發生的機率比較不高 孩子有權 孩子會有這個權利 那我之前是有處理過就是說 有一對女同志的朋友 他們也找了一個他們很好的男生朋友 就是用低精的方式 女孩子也生了一個小孩 他們三個就是寫了一個法律文件 讓這個爸爸跟孩子的 都有可能產生法律關係的可能性都切斷 那但是因為站在律師的立場 其實我也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依照台灣目前法律的現況 其實最重要是孩子權利的保護 如果爸媽之間彼此的協議 有可能跟孩子的最佳利益有違反的話 即使你們大家都成年人 自由意志 然後你也很了解 你簽這個文件之後 有可能產生怎麼樣的效果 坦白說 就是這樣子的協議會是無效的 回到剛剛我講的例子 今天如果是個低精生出的孩子 即使說兩個媽媽跟一個生父 都有講好說 這個孩子基本上跟爸爸 是沒有任何法律關係的 生父雖然是可以反貴 但就是說現在認領是需要 媽媽同意要一起去辦 那孩子如果長大之後 有沒有可能會去請求認領 也有可能 台灣的法律的架構 無論說是同志的家庭 或是異性的家庭也好 其實我們只會認 你有兩個雙親 你是跟他們怎麼樣產生法律上的關係 有可能是血緣上有法律關係 收養法律上有產生法律關係 目前這是一個現在比較難解的議題 如果假設今天是 一個生母一個養母了 如果這個孩子他長大之後 他想要去跟這個生父 去產生法律上的關係 請求生父去認領 養母的關係可能就受到一些影響 而是因為現在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案件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個低精的狀況 其實還是蠻細注意 三個人彼此間的誠信 小孩自己要選 是要養母還是要生父 好可怕 其實這麼直接的 問這個風險最大是因為 我們兩個其實當時在 濃動如智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天真的想說 要生小孩就去找認識的 身體健康 來低精一下 懷孕就好了 後來知道說 其實原來有這麼多的風險在 要是怎麼樣了 發生後面那些事情 這也是後面我們評估覺得算了 這樣太麻煩 我們寧願就是最乾淨的方式 結果我們最後是選擇做 吃完這樣子 有些低精的與同志的伴侶 其實他們也會跟孩子的生父 討論出某一種 維持關係的方式 但是因為孩子的身世告知很重要 我相信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將來要走激情收養的時候 怎麼去跟孩子告知這個身世 會是一個蠻重要的評估的點 這邊也分享一下 我們當時到底怎麼想 生小孩這種事情 拉太久 你說十年痛苦就這麼可怕 而且我覺得對小孩的關係也不一樣 你那時候不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 或是對方也 因為更愛這個小孩 想要他是強 有這個念頭產生之後 我覺得就會很可怕 我覺得事情會 所以我們就最後 就是乾淨的方式 是我自己也很難講說 對 真的有點 我覺得對小朋友的衝擊 可能他會覺得 你大人這麼多人都在騙我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站在孩子的立場 可能用叔叔的介紹方式 可能不是那麼的 恰當 適合 其實什麼時間點 要讓他知道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簡單一點點 風險其實都台灣啦 避免生父領養 認齡其實難以避免啦 當然就很希望可以收養 對 那季親收養 他的方式是什麼 如果像我們這樣的方式 比較簡單 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說用我們這種 做試管或者是IUI管管 小孩出生之後 我要怎麼成為 這個什麼法律上的母親 OK 所以基本的觀念是 在台灣所有的收養 包括基金收養 都一定要經過法院 因為基金收養 相對來講是比較 單純的一個狀況 是因為如果 吐了孩子生下來 因為你們這是一個 你們從頭到尾 從做孩子的決定 到你開始整個去做 整個流程 然後就在你身邊 所以你們兩個是共同參與 整個決定的 跟準備的過程 那孩子生下來之後 一定會共同照顧 要簽一個收養同意室 所以還要悟空啊 孩子會先去辦悟空 就變成說 你會拿到一個 孩子的母親疼犯 上面只有一個生母 就是要準備一些相關的文件 你跟孩子 還有你們三個人的父親等分 你們兩個人的收養同意書 你們兩個結婚的證明 然後呢要去 你們居住的地方的法院 去提出一個 認可收養的申請 這個案子一送到法院之後呢 原本上法院 就會先去整裁一些基本的條件 比如說你們兩個 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孩子是不是已經出生 現在大概多大 那之後法院就會派 和同福利機構的社工 去做一個收養 適宜性的評估 會有社工到你們家 觀察你們居家的環境 是不是適合孩子的居住 還有你們兩個照顧孩子的狀況 那特別重要的是 人跟孩子彼此間的關係 認可收養主要是認可 你跟孩子這段關係 孩子出生之後 時間經歷成本的投入 中間的衣服關係 是很深厚 甚至很緊密 這都是社工蘋果的重點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有想要做基金收養的話 其實比較適合的提出的時間 可以等孩子出生 大概半年以後再進行 因為這個時候成本比較大了 跟你比較會有互動 比較會有些簡單講一些話了 這個對社工的評估來會是重要 因為他可以從一個 孩子跟狼的互動當中 看到短短的幾個月到一歲的生命當中 你對他的投入照顧狀況是怎樣 其實社工只會來一次 通常是來一次 中間可能會有一些電話的聯繫啊 或什麼的 然後他會出一份報告 那通常會建議是說 彼此的家人彼此的爸媽 也都很具實你們做決定 在你們兩個人 比如說工作要來拍片的時候 就是幫你們照顧一下小朋友 你們雙方的家人 其實也都可以接受社工的訪談 讓社工知道說 他們願意做你們的後盾 整個過程讓法官了解說 這個孩子被你收養 會過這個非常好的生活 同志家庭一定會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 孩子生事告知的問題 這個在收養的評估裡面 就一定會做了 因為其實法院跟社工也都會 希望可以了解 你們將來會用什麼方式 去跟他告知這個生事 有一些人啊 不敢說很多 就是對於同志家庭的孩子 還是不是那麼友善 所以社工可能會想要了解 你們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討論 請說 因為做事館 其實有機會做A軟B環 那如果A軟B環的話 以法律來說 生母就是生小孩的媽媽 就是B 假設今天他住的小孩 其實是我的手間 那這樣的話 我有其他方式 可以去和這個小孩 有法律上的關係 那你現在就是收養 你現在就是收養 即便跟他有錢的關係 一樣都支持收養 對因為目前的法律狀態是這樣子 沒辦法會出的 好 因為台灣是走 羅馬法 就比較普羅馬 西咖明年代都羅馬法 沒有沒有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認生母為母 分眠者為母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 跟我們之後有關係 假設第一個小孩 我們順利的寄行收養 第二個小孩換我們生 然後第二個小孩 在辦寄行收養的時候 有點快樂 會稍微快一點 而且反而還會更順利 因為表示說你們的關係 是有穩護到那種成果 你才會決定要生第二個孩子 可是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們好像很偏頗 就是跟你說這個低金有風險啊 人工受孕就是流程就是這樣 可是其實我覺得 每一種方式都是有利有弊 像是低金雖然就是有一些法律有雙險 可是實際上它費用非常的低 也是蠻多人會選擇的方式 對沒錯 就是為什麼大家會這樣選 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方式 這樣子 那就是 不同的部分 南風智其實基本上 就是大月毛 我們之前做過一集 差五百萬 中泰那一集嗎 他有想要生啊 我知道 對他跟我們想要是同梯院 真的啊 其實我不知道他現在流程到大院 真的 對他那時候算那時候是同梯 同年進小學囉 對 同年進幼兒園分合 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說 找大院的話至少要五六百萬 你在美國來算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我覺得 你可以分享你身邊有 我覺得蠻特別的案 就也是低金的部分 就是我有一個學長 我有一天就看到他突然間 有一個寶寶 你好像把他對待成自己的小孩那樣 那看起來就不是一個什麼 親戚的小孩 親戚的小孩 我又知道他是給 我真的很多問號 然後他就說 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找人家 已經那個女生願意生這個寶寶 他只是想要體驗一個生產的過程 這樣子 大概已經是八年前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找到很大喔 對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有看到他們的文章 確實都是只有跟兩個爸爸在一起 他們成功了 但我當時其實很驚訝 所以我覺得也想問他們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他風險跟高齡不知 差不多 其實風險可能又再稍微大一點 因為男同志最大的問題就是身體的結構 能夠去懷孕這件事情 本身我們就掌握某種程度比較大的主導權 我猜你的學長 他應該法律上還是有個生母 爸爸去認雷 那個風險會是說 假設有一天可能 生活那邊的狀況有些改變 比如說他可能失業了 或是說車禍 我沒有詛咒任何人 我只講說有可能發生這種狀況 因為天友不測風雨嘛 就萬一這個生活的狀況有什麼改變 他可能生個重病 需要人照顧 對需要人照顧 那他可能沒有任何的經濟能力可以 其實他有一個小孩 他可能就有這個 法律上的權力去要求 孩子對他負擔撫養的義務 但這個如果講到這邊 大家才不用太擔心 因為目前實務上都這樣的狀況是說 我現在不要講同學 我講是異性戀的家庭 就是可能父母親離婚之後 有一方就完全從孩子的生活當中消失 沒有聯絡 也沒有婦人和孩子的費用 孩子就在一方的照顧下就長大了 他們突然要申請一些 低收入或社會局的補助的時候 可能孩子就會收到法人的通知 感覺蠻心酸 就是這個媽媽會要求 你要來給付補养費 但是那其實 並不是希望你來給付補养費 而是說因為目前現階段很多的 設政的單位 如果說今天這個人 他要去申請低收入或補助 是要拿任何社會福利補助的話 如果他可以查到說 你的法律上你是有個孩子 社會局就會說 我們要提這個案子 因為你的孩子可能會反請求說 我要免除我對你的補养 你有沒有在我長大的過程當中 你都沒有照顧過我 他們會需要一個法院的裁定 你的孩子可以不用負擔的負擔 那這個時候這個 生父母生活 才有這個權利 情理社會局的補助 所以這個是一個現實上的狀態 但另外一種狀況是 可能真的有一天 這個媽媽突然覺得 我有個孩子流落在外 我好想要清靜她喔 年老這幾年她可以來 看看我會怎麼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也不單純法律上的問題 就是法律上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處理 但是我覺得對孩子的身心 影響比較大 就是說不論你到幾歲 她是一個蠻大的性上的衝擊 我講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生母最後一段時間 她是沒有任何的收入 然後等於是國家幫她支付了一些 最後的醫療費 傷障費 那那個如果你沒有免除 扶養義務的話 設政當然是有可能來跟孩子追討 因為你跟她法律上的關係 不是被她有扶養義務嗎 那在法院說 不用負擔扶養義務之前 你對她還是有扶養義務的 所以那個東西設政單位 她還是有可能會來跟你追討 繼承啊 或是一些跟照目方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你學長 如果她跟她的老公有結婚 她有個解套的方式 比較安全的方式就是說 她的老公收養這個孩子 但是她必須要有生母的同意 其實流程就是跟 一般異性年的夫妻離婚之後 如果有一方再婚 我的孩子要出養給我的現在的配偶 我還是需要我的前配偶的同意 是一樣的道理 那如果生母有同意孩子被收養的話 就生母跟孩子的保育關係 就都終止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基本上就都不會發生了 這樣就簡單化了解釋 但是小孩從出生那一刻 如果她跟她老公已經是結婚狀態 出生那一刻生母只要全部這樣大手筆 全部簽簽簽簽 就可以搞定這些事情 當然是不是要法院同意啊 如果說像你學長那樣的案例 如果他們今天去法院申請要進行收養 法院會傳生母來表示一件 她要親而確認說 這個人在同意收養的時候 他可以了解他放棄了什麼東西 生母可以發揮嗎 應該是要說 這個生母必須要能夠有觀察到 這個養父 對孩子的照顧 以及對孩子有無力的影響 家暴啊 或者說對孩子有一些 很不適當的一些照顧行為 或甚至是犯罪行為的時候 生母這邊才可以原用民法的規定 用利害關係人的身分去請求 終止收養關係 小孩可以主動提出 要養父要生母 小孩如果在年滿18歲成年之後 他其實可以跟養父同意 要終止收養關係 到雙方 因為收養關係不是只有在保障孩子 等到孩子經濟獨立之後 其實轉換成保障 這個曾經養過他的人 這個東西也是需要經過法院的 因為法院也要確認說 大家都是在很了解你們 放棄了什麼東西 會得到什麼東西 出於自由的意願 同意終止或同意要建立這樣的關係的話 那法院才會認可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男同志低精的部分 待遇好像不侷限在同志價值 因為有一些議員可能有他的訴求 但不管正常的有第三方認證的待遇機構 來做待遇的話 還是男同志的選擇 是一種選擇 對男同志有什麼奉獻 待遇的話 目前其實要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做法 那台灣人其實大概就是兩個選擇 就是美國 剛剛你們有講 那個費用其實很高 不是一般的同志家庭能夠負擔得起的 但是如果說你雖然負擔不起美國這樣的高額的費用 以前早期其實蠻多的男同志會去泰國 你如果在泰國進行待遇 因為法令上的限制 他的生母不會是空白的 東南亞端那邊 他還是會很多的法律文件需要簽 比如說育母這邊 他還是要先簽一個同意認領的認領書 因為孩子來台灣要先登記戶口 登記戶口的方便說 一定是台灣的爸爸 讓他去做登記 讓爸爸去進行個認領的程序 原來上次生母也要一起辦那個認領的登記 因為是爸爸自己單方面可以去申請要登記 但是育母也需要一個同意書 到這邊都不會是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是說 將來如果他可能要結婚 那變成說他的老公要去收養 因為孩子的台灣的父親團上面有生母的名字 即使他是外國人 也會需要生母的同意 爸爸們就會比較辛苦 第二個就是說跟育母的聯絡 還是要做過機構 他有沒有可能聯絡不到這個育母 或是說聯絡了育母 那育母有沒有可能會 因為你已經有這個要求 所以他希望再多一點內容 這個都是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不雜的法律的流程 不確定的支出跟開銷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去考慮的 那當然最終最終我還是比較希望 台灣的法律可以盡早的修正 讓台灣的待遇也可以開放 那當然台灣的待遇開放 當然不是只有for同志的comer 是for所有有需要的夫妻 或有需要的伴侶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也希望早點 共同收養這個法律可以趕快通過 就不要說讓男同志好像生小孩 就真的很辛苦這樣子 周中漢啊 有中漢啊 房子一個就 先來二胎 先來一個房 再二胎 就可以生就 就有太多 然後就去美國 因為沒有寫生母 所以可以省去一堆什麼 一定要生母容易的那些母 沒錯沒錯 這樣很清楚吧 蠻強的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些 同性家庭 在這些生小孩上面的法律的風險 特別是要把這個風險的事情 highlight給大家 做評估的時候 都不要忘記 風險的部分可以評估進去 有非常多的情況跟情境 那法律這塊 大家也一定要有一些了解 這樣子 就是個人要取捨的 不要覺得說 Fundi一定要這樣做啊 覺得這樣做就好了啊 不要忽略到 就是後面會有一些法律的問題 尤其是跟小孩權益有很大的相關 那當然我也是希望大家的 甚至法能夠修改 至少 你可以在台灣做植入的話 可以什麼的 目前費用高 風險小 但是那個費用高 大家也要評估自身的狀況 對 跟費用有另外兩級 跟大家一起 對可以參考那個費用 那只是做小孩的過程喔 小孩自身都要繼續養喔 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祝順產囉 謝謝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 練舞律師 謝謝大家 謝謝祝溫郎 祝大家 有一個美好的 家庭 我還想要照顧我 我幫她講什麼 謝謝你幫我接 媽媽很辛苦喔 所以大家如果身邊有 白雲的女性朋友 不要整個她太多壓力囉 媽媽快樂是最重要的 努力來改善 台灣少子化的問題 謝謝大家 有任何法律上的問題 也可以去質詢我們的年頁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過了